我还查过这个方文山的黑材料 今天你也给讲讲绝交 我还真不知道 就是他万事万物啊 他有规律 我不知道我引用的对不对 好像是你说啊 比如说写个词 动人的一个法宝 什么叫副歌的第一句里头 是不是要有一个你 人称在名词 记忆点 为什么呢 你举例说明之 你发如雪 譬如说 你发如雪 他就不能说发如雪 他你发如雪 因为有时候很多 实际上很多年轻朋友 他们觉得说 写所谓中国风的歌很酷 然后就是 金石子集 引经据典 然后拼贴了很多名词 可是那个歌词不是历史的叙述剧 歌词是情感的催化剂 所以它里面一定要人生代名词 你我他 否则整篇下来 你不晓得这个 我在唱我的故事吗 还是在我们的故事 举例来讲可能 天津社等烟雨 而我在等你 一定要我跟你出来 就一定要人生代名词 就查一句 这句话 我还当过QQ签名的 你就这句话 就这句话 然后还有一个 很久以前写的一个歌叫 《爱在戏人前》 然后《爱戏人前》 这怎么会是歌词呢 这是历史的叙述剧 叙述古巴比罗那个时候发生什么事情 可是因为我第二行线 你在除窗前 临时悲闻的字眼 我却在旁 静静欣赏 你那张我生爱的 就把场景拿回来 这句话叫相关性 我说怪不得 现在有这个 freestyle流行起来之后 就念这个唐诗 你除何日当午啊 我汉地何下土 他有了一种 就是说对象 和两个人的相关性 这用文化研究说 召唤它的主体 让它听到 其实我们写好久评论也是 经常下笔 有没有注意评论 总是我们 我们觉得说我们应该怎么样 就把那个读者召唤过来 来我这个阵营来看 我们应该追求什么 说演讲就这样 演讲要多用我们 就显得你看底下那个听众啊 什么是一体的 那一个道理 小宝不会 看着你像小宝 就是累小宝 你能不能从你这个爱的金庸里头 给我们找出一个故事 或者情节 来说明 就是说你这个法宝 你这个领悟 是怎么来的 金庸好玩的什么呢 那个方老师也爱看国家小说 它够厚 就那个东西它足够多 就你在现实生活上 东西到里边去找呢 都能找着 你会觉得它跟现实就很像 你是金庸专家 有个不晓得也没有注意到说 他因为他那时候连载 在香港的《明报》 连载 连载小说 据报界的前辈说 有时候他开会写的 特别人跟人的交往 斗争的场面 就是他白天开会 在报社里面 遭遇的一些感觉 他喜怒爱乐 假如你查回当时的 有一些的会议记录 你就对应他小说情节 蛮好玩的 那你们说 为什么这个写武侠小说的那么多 但是这个金庸的武侠小说改编成的影视剧是最多的 它是最好改编吗 应该还是精彩吧 好看 人物丰富啊 个性鲜明啊 比较有意思 你这特点 哪个作品都有 江辉你是作家 你怎么看 除了那些最主要是 我觉得最容易找到共通的人性了 不管 还有里面很复杂的 每一个人里面真的 只有几小数是绝对的好人 几小数是绝对的坏人 那我觉得这种暧昧性啊 最能引起共鸣 当然有人说 这因为作家是金庸 里面的每一个人都是他 都是那么复杂 金庸先生是何其 复杂暧昧的人啊 是吗 你这话好像对金庸有点什么看法 对 因为他除了作家 他有其他身份 报业老板 举个例 在香港大家都知道 我觉得金庸先生也不会抗拒 觉得很好 他的报社聘人 薪水很低的 举例 当同行同一个纲位 平常是三万块薪水 他可能给你一万五 一万八 然后你来找他 为什么这样 他会跟你说 你来我们报社明报 跟着我金庸来做 那是你应该倒贴的钱 你知道吗 那是名誉来学习 那第一券明报是报界的校灵寺 他是这样的 所以他想事情你想 想不过他 都厉害 还有以前的手下 有一个很重要的总编辑 你这样说 人家周杰伦也可以说 你给我写字 你还应该倒贴 现在倒过来了 现在又倒过来了 当然 文献雄怎么分析这事儿 我觉得他是影视里面很强的IP 这样子 然后他这种影视的IP 其实很多元 可能有电视 有电影 有戏剧 还有线上游戏跟手游 放一个天同巴布手游 写一个主题曲 对 然后那也是 写之前就知道金庸了 然后也看过天同巴布 只是说他变成华人世界的一个共同语言 我觉得这很重要 社会共同记忆 所以你看你说到这个场景 我就想起咱们昨天徐浩峰老师 他倒是有一个分析 他说为什么容易改变成这个影视剧 他说你看金庸的小说 有的时候是 因为金庸当时就是写这个 就是写剧 写连载 而且香港那个时候连续剧很火 就是他有时候 他的小说几十页 都是一个场景 你知道的没有 有点像个话剧 电视剧舞台在一个场景里 哗哗哗各种各样的人物的穿梭调动 打几十页的内容 这个对于电视剧编剧来说 是不是就好改 他这个是有道理的 因为金庸自己本来就在长城当编剧 写王老虎抢亲等等剧本 他是一个有意识地把西方的戏剧理论 用在武侠小说写作里的人 比如说有一段 《涉雕型传》里《密室疗伤》 就是黄荣和郭靖躲在密室里边 通过一个小孔看外边 外面就像走马灯一样的一个舞台上 不停地上来 各路人又退场 上来又退场 这是典型的戏剧的写法 所以你看照我看 我觉得比如说这个海外的 南洋的 包括台港的 很多文学界的人 对金庸评价很高 但是我也感觉到 我身边一些人 就好像大陆的 或者说以北方为中心的 这个算是严肃文学界 实际上很多人到今天 也是对金庸有点暧昧 就是怎么说呢 就不大感冒 老觉得这个人 你不能把他在文学史上 排多高的位置 这可能跟六十人就相反了 但是我就是说 我觉得它是个现象 你比如说你看 我是学新闻的 我觉得这种现象很有意思 就是说 他建构了一个世界 对没有错 他建构了一个语言 他建构了一个世界观 对呀 他养活了一个六千雷雷 是吧 就等于他把社会上 所有每天发生的事 他都能套用金庸的情节 评价金庸的小说 还要回到他创作的 那个时空背景 那个年代 那个年代这么大量持续 然后的创作武侠世界 形成一个现象 那这个位置 角色是不能被取代的 他也不是现在百家真名 所有的网络小说 全部都出来了 那个年代可以这样子持续的写 而且他影响了港台跟东南亚 当然可能内地 可能后期才比较影响 可是早期影响我们港台东南亚 很大 他为什么金庸有时候 特别不招一部分学者和专家喜欢呢 他可能有几个原因 一个是我们啊 一直特别在乎什么呢 特别在乎 这个东西是新文学还是旧文学 这个东西是不是进步 我们特别在乎这个东西 我们特别容易把金庸归入旧文学 当时很多人批评金庸就是 这一坎他迈不过去 他必须分这到底是五四的新文学 还是旧文学 还有个是觉得什么呢 觉得金庸这个人没个性 不好玩 那李敖 李敖您研究李敖您不要了解 李敖就说金庸 咱们再说虚伪 是吧 金庸虚伪 李敖说有一次这个 见着金庸就说金庸 你不是说信佛吗 你看李敖就是那种极端的 说你那么多钱 你信佛 佛是要舍弃财产的 你舍弃不了财产 就见什么佛 因为可能是因为 跟金庸先生的时代距离 还是太近了 因为我们看到任何的 一个殿堂的canon 经典的建立 但真的需要一个长的时间 而金庸作品 金庸先生的作品 它不是属于一般的 所谓的纯文学 不再叫系统 所以我觉得需要时间 完全不需要怀疑 再过五十年一百年 会都看华文文学史 它那么重要的地位 而且我们根本都还没有 好好充分利用金庸作品 比方说 里面谈到好多不同的人物 成为华人的共同语言 你是岳不群 你是伟小宝 你是谁谁谁 假如在欧洲的系统里面 很多神话人物 都成为临床医学的代名词 比方说念武情节叫什么 伊丝 伊丽 伊丽 伊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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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全的 比方说曾经有人想过 在华人的临床治疗 说你要伟小宝 好情义节 什么意思呢 花痴 讨好性格什么什么 阳过两难处境 两难困局 完全大家都懂 所以你看这个话就是两头说 那我有些搞纯文学的朋友 又觉得呢 金庸的作品呢 人物脸谱化 这个 然后呢 说他的历史文化背景呢 就是你说的 是较为常识的那种 历史文化传统背景 并没有什么更新的创建 或者说突破 也有这方面的一些评论 其实恰恰也不是 我一说到金庸 就怕自己说很多 你知道吗 咱们节目就 没事 就水了 畅所欲言 所以我不敢多说 说吧 说吧 我是觉得 看一个作家 牛不牛 有几个标准的 我觉得一个 看他养活多少人 你看这个曹雪芹 曹雪芹没把自己养活得很好 举家十周九长社 自己活得不好 可是曹雪芹养活多少人啊 金庸还 现在还健在 至少你看就把我养活了 他还可以养活很多别人 这真是说明 吃谁的饭 说谁家话 这个啊 这个当年在他那个 雪棋方刚的时候 学生的时候 我好像听说 你还给光明日报 写过一篇长文 就当时啊 这个 大陆有这个作家 像王硕呀 还有何满子啊 就是骂金庸 批评金庸 就说就是一通俗小说 是吧 这个干嘛把他 抬到一个 什么文学史 金学 金学多高的 这个地位 结果呢 这个坐下惹恼了一人 就是磊爷 磊爷当时还是学生 奋起给光明日报 你是怎么驳斥何满子的 我就丢死人了 就是这个丢死人了 当时还是上中学 上中学的时候 光明日报看见 何满子写的 我就奋起驳斥 写了好厚的信纸 而且引了好多什么毛主席的话 去博士他 我们就不需要这样的文艺批评价 这样的话 然后郑重地写上 什么声援金庸 什么寄光明日报的时候 隆重地寄过去 结果之后也没回事 没灯 没灯啊 那怎么能灯啊 没灯 没灯 你怎么会知道 我自己讲出来 自己 采访讲出来 后来呢成了名 有报纸愿意登他的时候 讲出来 被我看到 他马上被他高价收购 高价收购 江湖地位是多么的重要 对吧 这方面 文山老师肯定精力丰富 其实文山老师 我很佩服你这样的人 因为什么呢 就是我这辈子很单调 就是这种小学 中学 大学 工作 所以我对那种啊 就是从小干过很多种 这个工作的这个人呢 我总觉得精力丰富 反而是佩服 但是这个当年呢 是不是对你来说 反而是会自卑 会不会就觉得 自己没混出来 倒也还好 应该讲说 以前做过很多事情 你都做过什么 你给我说说 太多了 我就知道有泥瓦匠 应该讲说 还是做过泥瓦匠啊 不是泥瓦匠 应该讲说 水管配线的管路 那个是当兵出来的时候 从小 我简单地讲 从小我们大概小学的时候 台湾工地 那时候还是用绑音架 还是那种 对对 那种类似孟宗族 那种很大 用绑 现在都是钢骨 铁的嘛 酸螺丝 以前是绑 绑那音架 他拆那个铁线 那我们小朋友 小学大概三十年级 我们去捡那个铁线 然后去工地捡那个 工人喝剩的饮料 把它压扁 铝罐就比较值钱 然后我们去 等于是资源回收者 把去 收东西去卖 论基那个都是分 我们这儿叫捡破烂的 对对 也差不多啊 称惠一样 然后材质就分开 然后到了大概中学 我们讲国中 一年级 然后去高尔夫球 当赶地 背球 球筒 对球筒 然后做过很多事情 那还有送报纸啊 送牛奶啊 然后 水电工就过 水电工 倒不是水电工 就是类似水电工 一个防盗系统的安装员 防盗系统 所以他套上这个帽子 有点像盗 因为防盗系统安装 需要在墙壁上把那个线路打出来 对 然后管线埋进去 那我觉得做过 其实很多啦 还有工厂的 那种流动线嘛 然后那个 电脑那个机板 然后我就负责算一个螺丝 走过去然后点一个胶 防锈的那种 然后就整台机器过去 我每个人 一个动作 我就负责一个IC板 那就真像那个周杰林 那个 这样点 然后过去 然后机台过来 我再点一下 我就一个动作 你那个时候内心 有没有涌出师来 倒也是没有啦 只是那时候知道自己喜欢 什么东西 影视的东西 喜欢影视 对我是喜欢影视 然后去上台北 去学什么编导班之类的 可是后来电影圈进不去 因为台湾市场小 那个已经十七八年前的事情 我想说 创作就是想要跟这个世界对话 实际说你说故事的方式 是文字还是影像 还是音乐 还是照片 我想说影视进不去 那一样创作 还有什么可以说故事 歌词 我就开始去研究歌词 对如果你从小是干这些杂活的话 我不知道你的诗词 文学修养是怎么来的 我就谈不上修养了 就是说兴趣 就是业余时间自己 中学的时候可能会看一些李清兆 李玉的宋词 因为宋词其实 最贴近现在的流行音乐 因为他当时是有音乐的 只是说吃排名 他就是音乐的格式 后来音乐格式并没有流传下了 所以这个文山兄就说明了 这个不要瞧不起工人 对吧 也许一个水管工 对吧 他爱唐诗 爱宋词 他实际是有这个修养的 我们画得很明显 但这个你画好像就别人觉得很奇怪 是 比如说我自己写一本唐诗的新书 就会有很多专家说 你也配看唐诗 方老师不能看唐诗 为什么我就不能看唐诗呢 他原来打电路板的时候 不也看唐诗吗 对 唐诗有什么配看 不配看的呢 这个玩意儿 但是咱们要不讲这个秘籍 我就是说 人每个人一辈子 都有一些关键的缘分 这个秘籍可以是一本书 也可以是一件事 也可以是一个人 你比如说这个文山兄呢 我就发现这个吴宗献不简单 因为你看他发现这个周杰伦 过去咱们觉得这个献歌嘛 综艺节目 这个四角淘天的 觉得 但是后来我发现他有眼光 你比如说这个周杰伦 谁知道看着很内向的样子 谁知道就是会能站上舞台 他就能够知道 好像他也是点中了你写的歌词 我是这样子的 可是因为我之前喜欢那些宋词 那个给我的创作的养分 就是可能反映在什么 烟花艺能 东风波 清化石器歌词上 所以我觉得说 当初我一件事情做对了 就是不带功利性的阅读 然后阅读是投资报酬率最高的事情 因为任何人 田野调查写了一本昆虫图鉴 或是一个采风的旅游 或是一个文学作品什么的 这本书是这个人的心血 然后是他的宝贝 可是你却一个笑 一杯茶 一杯咖啡 就把它几年下来的 化回己有了 而且29元 对 书架 所以我觉得投资报酬率最高 就是阅读 然后那时候 我看那些宋词的时候 不带功利性 后来我发现说 等到我开始从事歌词创作的时候 这个给我很大的创作养分 然后我是把歌词集结 用投稿的方式投给 包括献哥在内的一些唱片公司的人 那他在那么多人当中 你等于是个平头百姓啊 他为什么 他后来跟你讲过没有 为什么就看中你 是看中哪句词了吗 我觉得他是看中我的量吧 因为我写了一百多首 正好一百首 我是人海战术一量取胜 当初我还有个策略 我想说 因为有时候我会听广播 然后知道说广播电台的主持人 他们都会收到一些什么信件什么的 主持人都会收到一些东西 不管你是电视台 然后广播电台的 或是唱片公司 那你没有理由说 人家收到你的东西一定要重视 非亲非故 然后重视之后一定要毁 这不成立的 那我就好吧 那我就以量取胜 我就不是只有量写一百多首 我量写了一百多首 然后我还弄索引 一字步二字步 比如说悲伤在第几页 然后你别离开在第几页 做好一本书 然后我寄了一百份 然后台湾的唱片公司没有一百家 我简单的讲就是说 可能固诗 那时候还有飞碟 然后什么保力金 Sony 然后YMI这种 就是我看那个CD后面的制作人 跟歌手 比如说滚石 制作人有重要的四个 然后歌手 一线的歌手有五个 那滚石这一家我就寄九份 我是这样子寄了一百份 我一百多首 印了一百份 然后我在想说 寄到唱片公司 总机先拿到 那总机小妹 她没有理由一定要往上交 她可以帮作歌迷回函 广购信件 那她就搞定小妹 就除以二 所以一百份可能只有五十份 这个小妹良心发现了 那就是给制作人的一个助理 或艺人的经济 可是艺人的经济 跟制作人的助理 不见得还要再给她的艺人 跟制作人 再砍一半 再砍一半 所以五十份 再砍一半 二十五份 然后等到制作人 或艺人拿到了 那拿到我在忙 我没有理由一定要开 拆开 再除以二 十二点五 我是真的这样子算 我想说 层层的拦截 应该有十二点五份 的歌手 或者是制作人 她有兴趣打开了 而且也有机会打开了 可是打开了看 她纵使觉得不错 她也没有 一定要记在脑海里 一定要通知谁 说这个要回馈 也没有 应该再除以二 所以我想说 我记出一百份 应该有五到六个人 有想法 想跟我回 久后来只有献哥回 这个故事精彩 只有一份 所以你看 我跟你说 我总结 她有秘诀 她的秘诀 分道与术 两个层面 她在这个道上 叫什么 无用之用 方为大用 你比如说 凭着兴趣 读李清照的词 不知道有什么用 是喜欢 但是浸润了这个东西 但是呢 光有道还不行 还得有术 这个术呢 就是天道酬勤 以量取胜 这个四个字就比 我说六神 你写这么多字呢 一天写一篇 你也是 这个我想到 唐诗的一个故事 特别像 那个 有个声音李赫 李赫 后一才 是啊 李赫原来年轻的时候 十七八岁 不出名的时候 去找当时最大的大位 给他互推 就互相推荐啊 不是互相推导 找他韩玉 韩玉当时是文台上 最大的味儿了 按道理 韩玉没有道理 离你李赫一个小朋友的 就好像我去找马老师 互推 凭什么他跟我互相推导 是吧 可是李赫呢 就像那个文山兄一样 把自己最好的诗 放在第一个 就跟他编那个编马一样 放的是哪一首呢 那个燕门太守行 黑云压城 成玉催 成玉催 这什么是 我都不该往上读 什么向日 什么灵开 假光向日 金灵开 对 角生满天 秋色里 塞上燕枝 宁叶子 韩玉当时是 场景是有记载的 韩玉当时坐在沙发上很累 每天接待很多女粉丝 什么的就很累 说他解怠 把腰带解开 解怠炫毒枝 就一种很慵懒 可能像吴宗宪就那个状态 读到方文山的歌词 可是看了之后 大吃一惊 把这个家伙子给我找来 然后就宣布 李赫从此我罩着了 这个非常像的 这家伙 韩宗宪和李文山的故事 很像啊 千古一致 嘉辉也是退稿 退了半生 是吧 展露宋秘籍 我年轻就懂 我忘记哪一位奖杯跟我说 他说嘉辉 年轻嘛 英文叫 You have nothing to lose 你没有东西可以选识的 等于是说 然后他说什么 面子不应该是你的成本 我们年轻人怕面子嘛 他也像你记了一百首 假如什么一百份 写了一百首什么几份 假如没有回应 很难过 你会很伤感 崩溃 搞不好 假如历史往回看 吴宗宪没回你 你想你会怎么样 会难过吗 当时从很多 不干了 那就跑了 那时候我有想过这个问题 当然有想过 记之前就想过了 他如果献哥 没有回 那我可能就是 五百份 不会 我会换别的方式了 改行别的 因为已经记一百份了 踢在他家门前 也行不通了 直接找总机小姐去了 我可能会 采取别的方式 进入这个圈子 可能先进去当小文案 当企划助理 我觉得这个机缘 真的是很重要 有的时候你看 中国文化里讲究一个机 不是那个鸡鸭的鸡 就是这个时机 就是其实啊 也许在某一个时间 比如说 献哥 恰好在今天 对吧 没有跟太太吵架 是吧 或者说刚刚跟太太吵架 他有一个时机 看到了你那个歌词 他有一种这种对位的关系 就同样的一个人 你比如说过去咱们讲的 大家都知道的故事 传宗这个六祖慧能 他不识字啊 不识字啊 整天这个打柴啊 然后在一个店门前歇脚 听见这窗户里头 有人念金刚经 哎 刚好念到 你看这个时线 我有时候觉得世界上 好像有 每个人都是个轮子 大家都在转 然后呢 刚好这个经念到呢 因无所助而生其心 比如说我假想 可能不是念到这一句 他也不会 突然间就有所领悟 明白了 我应该去学佛 对吧 恰好在那个时候 你就听到了那一句 而且就是你的这个时间空间 所以呢 后来那个有的老师啊 就解释 就说咱们那个中国这个禅宗啊 很多咱们看不懂的叫公案 是吧 就好比说你为什么 就我问你这个佛是什么 你为什么打我一棍子 后来这个老师解释 有一定的道理 他说啊 因为记载只是记载了双方的对话 但是呢 在这个中国这个禅宗里面 讲究要关机 其实就是老师啊 这个机会教育 就看看你这个孩子啊 这个时候我跟你说这个道理啊 你格外能听得进去 所以说那个时候 这老禅师他就是官 你带着什么样的心态 你是什么状态 你到我这来 也许我突然的给你一个棒喝 当头棒喝 这时候你就明白了 但是咱们要来这么一棒喝呢 可能就真的一棒打发 哎呦棒 是不是 你说是不是有个机缘 它有个时间性的因素 但可能这样 就是我们往往爱听那种巧合类的故事 有可能我们就忽略了人家 在背后做的很多事情 比如说 比如说说金庸 写小说怎么写出来的 可能我们就爱说他巧合的东西 正好香港发生一场比武 梁宇生写了《龙虎斗金华》 然后金庸就写了《书交用出路》 但其实他之前付出很多很多的努力 你比如说 那人家当时考大公报的时候 全国 我如果没记错 数千人报名 就只要两个 他考上了 你再比如说 他在中学读书的时候 成绩就是特别好 就是很优异 他就是有出息 可能这些东西 我们往往在 特别是在那个文字记载 不是很充分的时候 就抹杀了 那你觉得你付出过什么努力呢 看金庸 看金庸 这事我再努力 我也努力好几回了 那个 你看金庸看了多少遍 文德老师你知道吗 我不知道就你们当时啊 看武侠小说 老师反不反对 老师反 反对 不让开 到我们那个时候 我念中学是九几年 那个时候几大读 老师还是坚决反对的 武侠游戏早恋嘛 就三个 坚决不让开的 我们当时真是 就是冒着 生命危险在看金庸 你一点不夸张 就那个 有个故事 我当时在一班 我们楼上那个班 当时班主任老师 忽然有一次把前后面一堵 就在课堂上搜 大家课桌这个金庸小说 就抓到了我们当时 金学会几个骨干的成员 抓到了就让写检讨 金生金士和金庸 划金渐渐 写检讨没什么 我也经常写检讨 我检讨就像伟小宝发读 是一样张口就来 天出地面天到雷皮 可是当时那个老师 还是女老师 让那几个骨干 独机用的骨干 干一件什么事呢 让他们咬破手指头 在那个自己的 宣誓的检讨书上 摁写手印 这个真是